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這個禮拜韓版推出了一個新的系統 就是這個煉金的系統 那除了這個之外,還有新增了一個活動 就是在這個新的場地 那這個進去之後,這張是屬於是一個 我覺得是一個充等的地圖 就是它會讓你...它裡面有很多怪 然後有這個特殊的道具可以讓你去打怪 然後快速的衝等 在這個裡面就主要就是打金幣跟打經驗 然後它是屬於一個活動地圖 那每天可以進去兩小時 那我們就先進去一下 其實傳送進來的時候啊 它會有一個視窗告訴你 就給你這個水球一千顆 然後你看一下,它這個島上的怪物 其實很多都是主動的 那你可以用砍的方式去砍這個怪物 可是你這樣砍起來 會發現它其實是非常沒有效益的 砍了半天,然後一萬多的經驗 這經驗值是非常的少 那怎麼玩呢? 丟水球 這個就是玩水球大戰 這個就是玩水球大戰 然後這張地圖千萬不要這樣子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這樣走其實不見得會比較好 最好的方式是用瞬移的 好,因為這邊島上有很多主動的怪物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瞬移 譬如說我現在我們往一個怪多的地方去找 我們找一個主動怪比較多的地方 這邊的怪有些也是被動的 來我們看一下我們現在是被這個怪物 排山倒海的這樣衝過來包圍 繼續繞一下 繞一下是為了怎麼樣?是為了脫怪 把這些怪物脫起來我待會再打的時候效益會很好 好,那我現在被怪物包到已經沒有辦法動彈了 那我這時候我按AUTO下去 然後就開始狂炸 你看一下這個經驗值 待會經驗值是一萬幾萬幾萬這樣的跳 那偶爾會跳錢 因為他的錢就是像一個寶物一樣 某一些少數幾隻怪物才會有帶錢出來 其他的都沒有帶錢包 可能都是用刷卡附線的 就這樣子打 那打完之後呢 你為了不要浪費這個卷軸 為了不要浪費這個水球 你可以再用瞬移的方式 找下一個點 找下一個怪多的點 這看起來都是夢幻之島上面的這個怪物 像這樣拖了一群出來了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炸了 炸一下 兩下 這個經驗值就一直跑出來了 經驗值就一直跑出來了 那他給了700多顆的水球 其實可以用蠻久的 你不要 這個叫無地放死的 一直炸一直炸 有效益的地方你自己炸 就很好用 練功的速度其實會非常非常好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活動的介紹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拜拜